可能连叶凡也不知道 江亦臣为何要追杀叶凡 叶凡前脚刚刚送走江婷婷和江海生 后脚就被江家大骑士追杀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叶凡身怀至宝 江亦臣的坐骑灵兽对宝物有感应 这让江亦臣感觉到叶凡身怀至宝 那到底叶凡因为那件宝物被江亦臣追杀呢 先来看一下叶凡拥有的宝物 其中最重要的无非是三项 第一拥有一块圆 第二妖帝粉种开启 杭博塞给叶凡一页金纸 也就是盗金伦海篇 第三是叶凡在无人处捡得绿铜块 首先肯定不是这块圆 圆虽然对修士重要 但是对江亦臣而言并不重要 江家毕竟是荒谷世家 江亦臣又是荒谷世家 江家的直系后人 不可能缺少这种修炼资源 更不可能为了一块圆去追杀叶凡 其次盗金伦海卷的可能性也不大 盗金伦海卷虽然是精华 但是江家有祖传的横宇精 横宇精也是四级秘境的最强功法 所以江家不缺功法 也不太可能因为盗金去追杀叶凡 那就剩下第三个了 也就是妖帝坟中所得的绿铜块 绿铜块来头实在太大了 绿铜块的本是帝尊所住绿铜顶的残片 绿铜块是中州至宝 甚至亲帝都会抢了绿铜块 更不要说是江亦臣了 还有另外一点也很有说服力 叶凡都四级秘境失败 去去荒谷圣帝续命 曾把万物母弃顶借给江亭亭 江亦臣和背后的江家大人物曾想 把万物母弃顶据为己有 从这里来看江家不缺元 也不缺功法 他们最想得到的就是武器 所以江亦臣派大骑士追杀叶凡 最大的可能性是为了绿铜块